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! 杨子受到公众的喜爱是有原因的,红毯上体贴的姿态或网友点赞。 说到90后影视圈的当红小花,相信很多观众都会想到迪丽热巴、郑爽这样的女演员。 事实上,比他们国籍更高的女演员还有一位,那就是杨子。 童星出身的杨子凭借系列作品《家有儿女》获得了超高人气。 当然,如果一个演员只执着于过去的作品,他迟早会被遗忘。 杨子这几年在荧幕上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惊艳了。 从《战长沙》到《欢乐颂》。 从《天机之白蛇传》说到《青云志》,杨子的每一部作品都取得了不错的收视率。 而真正让她的事业更上一层楼的作品是去年热播的仙侠剧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。 在这部剧中,杨子的演技得到了大众的赞赏,剧情和主要演员配合得非常好。 杨子现在还有很多作品要播出,她也是未来值得期待的实力女演员。 昨天,杨子因迈出一小步再次登上热搜,被全网誉为最勤奋的艺人。 在昨日活动的红毯上亚洲影视周,杨子与宋熙,林允一同现身。 两人之间,林允穿着高跟鞋走路不自在,杨子用手扶住她,不让她摔倒。 事实上,杨子本人也穿着高跟鞋,被大众称赞首先为他人着想。 参与交易的林允也发微博感谢杨子,真是一幅很和谐的画面。 近年来,杨子不仅事业稳步上升,其人品和举动也圈粉无数。 这样温暖的杨子,你喜欢吗?